切开了 把这个还给你 把这边给我 来老板 这个是见面级别的料子了 我是看不起你那个木球的 太好了 换一个 用哪个换都不行啊 这换不了啊 这挺好的 这个就是看到有色的 打灯皮上走一圈就知道 这在这一包 果然了 这边是没有色的 有点宽 基本上这块料子的话 打价格只能打这一包 见面级的色了 现在对它去看不到的价 这里吃了蒙虾也能看到的色了 虽然就有一点 其料的送给你 这么大都是绿的 来 送给我啊 哎呦 我说这一包啊 半满半送 切开了 把这个还给你 把这边给我 不要了 什么价嘛 这个 色料一万块钱 这种东西我也不乱给价了 三千块钱 三千呢 对呢 东头 是呢 老板再看一下嘛 这个色料啊呢 色料啊 链链 还生哟 奶奶 老板都会说缅话 不太会说缅话 奶奶还是知道的 还有奶奶 可以有见面了 奶奶呢 你看这面都有了 像五百吗 我又不吹五百 我吹的是几千块钱 那你五百用还是不要 不要 你看嘛 果然还是很诚实的 来 一二三 三十四三五 三十四三五 我们去缅甸啊 我学的第一句缅语是怎么知道 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天气热嘛 哦 也可以 对对对 平坏 对 但是比较很弱 开穿了 开穿了 不扯了 色随裂进了 进不进 如果没有裂的话 色也不会进 本来以为只有这里有啊 下面有了 本来以为是这个夹角有色 结果呢 色在下面 上面是白云肉 但是白云后面有没有不知道得接着挖 还长了 都 你都看出来了 几万了 你还挺开心 你没有想过早就自己切了吗 哎 鞋长得一样嘛 看到没有 本来以为只有一点点 结果它来了一大包啊 用咱们因为粉丝的话 可恶 又长了 哈哈哈